《琉璃娃》 稀有琉璃瓦,今有身边人,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。 宴会上,富家太子爷握着酒杯,冷脸走近我。 我吓得腿软,靠在墙上拽住他的衣摆,大声喊。 我怀孕了,孩子是你的。 你不能打我,骂也不行。 呜,我怀孕了你还冷暴力,渣男。 我喊的声音很大,那句渣男一冒出来,嘈杂的宴会厅瞬间鸦雀无声。 众人面面相去,腹肌被我气得额头青筋直跳。 咱俩分手三个月,我上次和你发生关系是半年前,六个月都不想怀,你怀了个什么? 场面更加寂静了,主位上传来压抑的咳嗽声。 父老爷子咳嗽完,喝了口水,尴尬地打圆场。 没事,小孩子之间玩闹。 沈丫头,到爷爷这儿来。 我如获救星一般站起来,就要往主位跑。 被父亲抓住后一摆。 他阴策策地说,爷爷,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,你别管。 我有事和他说,先带他走了,大家好好玩。 说完,他打横抱起我,大步往门外走。 宴会厅里,我爸,我哥,还有一项看我不顺眼的死对头,都对我露出同情且打趣的笑。 早在机场,我哥给我接机的时候,就意味深长地说,我胆子很大。 到了宴会,死对头凑上来,一脸兴奋地告诉我。 三个月前,被我以门不当户不对为借口甩掉的贫困学霸,就是傅家那位低调的太子爷。 你完蛋了,死对头笑得猖狂,人家只是低调,结果被你当真穷给甩了。 人家恨得咬牙切齿,扬言一见面就要把你宰了。 我打了个哆嗦,害怕的情绪在附近把我扔进车里时,达到顶峰。 蜷缩在车门边,惊恐地看他开始脱外套截领带。 你干什么呀?我强称着情绪,不就是分手吗?成年人分分合合很常见啊,你怎么这么玩不起? 分手?他被气笑了。有你那样的分手吗? 微信上发完消息就拉黑,转头出国旅游,要不是你爸你哥打包票,你会回来,我还以为你跑了。 他不再脱衣服,坐进车里,把我拉过来抱在怀里,嗓音沉沉地说,解释,解释什么? 为什么莫名其妙分手?还能为什么?因为我不喜欢他了呀。 从大学到毕业,我死缠烂打追了他三年,直到第四年,他才因为同情,答应和我在一起。 在一起后才是噩梦,我长得好,家事好,从小被父母惯得任性,活得很自在,他偏要给我立规矩,在床上吃零食,不行,不吃早饭,不行,熬夜打游戏,还是不行。 密密麻麻的规矩搞得我头皮痛,气不过跟他吵架,却被他冷暴力。 我发疯一样哭,他在旁边安静看文件,等我哭压嗓子,再抬头问我,闹够了吗? 闹够了就去吃饭,我下午还要上班。 这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真的糟透了。 曾经追他时有多喜欢,现在就有多烦他的爹位管教。 我真的受够了。 老爸说,像我这样娇气的富家千金,最适合找一个软弱的男人,哄着我过一辈子。 从前不觉得,现在想想,老爸说的真对。 我娇气,我任性,我做,我耍千金大小节脾气。 富姬不能惯着我,就换一个能忍的男朋友。 但打死我也想不到,富姬居然是富家那位神秘的太子爷。 如果早知道,富姬是富家那位被千交百宠的太子爷,我不会和他分手。 我虽不插手家里的生意,但也知道攀上富家有太多好处。 可偏偏他没告诉我,偏偏他骗了我四年。 想到这里,我又有些生气。 从富姬身上爬下来,皱着眉头问他, 你不也骗了我四年吗?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怪我分手? 他许是也意识到自己理亏,沉默片刻,跟我说, 那我们扯平,都不计较了,就当没发生这些事。 他伸手又想抱我,嗓音也温柔下来。 江江,我们回家吧,我给你做了最喜欢吃的莲子羹。 他,我拍开他的手,你搞清楚一点, 我没有再闹脾气,是真的要和你分手。 你骗我是你对不起我,我不和你计较,不代表还要和你在一起。 我深吸一口气,顶着他越来越难看的脸色,终于说出来, 富姬,我不喜欢你了。 我们好聚好散,给彼此都留个体面,行吗? 地下停车场昏暗,富姬冷脸看着我,眉色不耐地警告。 沈江江,你这次闹太过了,你现在跟我道歉,我就当没听见, 不然你明天别想下床。 我毫不犹豫地摇头,我是真的要和你分手, 没有任性,也不是在耍脾气。 富姬,我不喜欢你了,很不喜欢,非常不喜欢, 特别不喜欢,看到你就讨厌,你听懂了吗? 我重复了好几遍,不喜欢。 富姬的脸色越来越黑,长臂一挥, 把我整个人抛进她怀里,俯身掐住我的下巴亲吻。 富姬,还记得刚和你在一起的时候,我说了什么吗? 她的嗓音很沉,我被吻得迷糊,用谨慎的脑子思索, 终于在记忆深处翻出那句话。 我家祖传深情,认定一个人,就永远不会变。 沈江江,一旦和我在一起,就是一辈子的事,你真的想好了吗? 我当时毫不犹豫回答了,当然。 这不都是情侣间哄人的情话吗? 她想听,我随随便便都能扯山盲海誓给她, 真放现实里,有什么用? 我从来不说废话,腹肌用鼻尖蹭了蹭我的脸颊。 对我来说,谈恋爱和结婚没有区别,都是已经认定了一个人。 我的世界没有离婚,也不会分手,和另一半分开的原因只会是丧偶。 沈江江,你再敢揉我试试。 暴君。 我愤恨地瞪着她,伸手想掐她胳膊上的肉。 她躺平任我掐,用另一只手揉我的脑袋。 突然说,你爸最近在找傅家合作,你知道这是吗? 我摇头。 她继续说,你家在竞争者里没有优势,想拿到那个项目,不容易。 我可以帮你,但是你必须乖一点。 分手的事,不许再提,再有下一次,我不会惯着你,明白吗? 你……我不敢置信,你居然拿我家公司威胁我。 你还是人吗? 父亲,你狼心狗肺,人面兽心,猪狗不如。 不会用成语可以不用,没人逼你装得有文化。 父亲无奈摁了摁眉心,江江,我只是想让你乖一点。 你不乖,我工作起来都不专心,我说了我要分。 好了,再闹下去我就真生气了。 她抬手抓住我的指尖,轻轻巴撒着,语调悠悠。 江江,你应该不想看我生气的样子吧? 我一下子住了嘴,父亲生气的时候很可怕,字面意思上的可怕。 她上一次生气,是我发高烧熬夜打游戏,把自己烧成肺炎。 父亲在医院冷脸伺候我,等我身体好了,把我拖到操场,逼我跑五千米。 她陪我一起跑,我最后跑到崩溃,坐在操场上,一边哭,一边骂她有病。 她问我,以后还敢熬夜打游戏吗? 你凭什么管我? 你他妈就是有病,呜呜,我的腿痛死了。 很好,还说脏话。 父亲点了点头,在家五千米,什么时候跑完,什么时候回去睡觉。 看她站起来,胆了胆运动扶上的灰,就要把我薅起来继续跑步的样子。 我两眼一黑,当场抱住她的腿哭。 老公我错了,我不打了,不熬夜,不打游戏了。 我错了,呜呜呜,我的腿真的好痛。 她叹了口气,俯身摸了摸我满头大汗的脑袋。 早这么乖不就好了? 那天她把我抱回家,抱着我洗澡,再抱着我上床。 我全程都累得像挑死鱼,好几天都没能从床上爬起来。 从那之后,我再也不敢熬到半夜打游戏了。 哪怕不和父亲一起睡,半夜一听到游戏提示音,也莫名觉得腿抖。 我爸和我哥知道了,都觉得父亲不错。 请他来家里吃饭,鼓励他好好管我,把我身上这些不好的习惯全改掉。 有病,我真觉得腹肌有病。 二十多的年轻人,不熬夜,不打游戏,不刷短视频,管女朋友,像管孩子。 女朋友做错事,惩罚不是酱酱酱酱,反而是跑不健身。 我内心疯狂吐蕃鼠尖叫,面上却是不鲜,冷着脸从腹肌身上下来,抱着手臂看窗外。 我还是要分手。 我说,不管你怎么说,怎么想,怎么惨无人道地虐待我,我都要分手。 腹肌叹了口气,理由。 我说了,不喜欢,别说什么不喜欢的屁话,我不信,就算是真的也不信。 他把横在我和他之间的抱枕拿开,抬手揉了揉我的头发。 姜姜,听话,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的。 夫妻之间需要沟通,你说出来,我才能改,不是吗? 我瞥他一眼,看他很真诚的样子,抿了抿唇,尝试着说。 我想吃啤酒配炸鸡,想吃外卖,想熬夜看小说,不想晚上十点前必须回家。 我还喜欢一边在床上吃零食,一边看电视,想打赏喜欢的女主播,这些你都不让我做。 你把这些规矩改了,我就不和你分手了。 我很认真地说了一对,而他扯了扯唇角,言简一概地说,不行。 我气到想揍他,分……立刻,马上,没得商量。 姜姜,不让你做那些是为了你好。 我是个成年人,不用你对我好。 我拍掉他想抱我的手。 好不容易长大了,我就想过得自在点,熬夜早死也是我自己选的。 不用你管,他沉默了,车里很安静。 我扭头看着外面黑漆漆的地下车库,放缓了语气。 其实也不是你不好,就是我们不合适。 我想要个可以陪自己玩的男朋友,不想给自己找个爹。 等我们分手了,你可以找一个跟你有一样生活习惯的女人,肯定比和我一起过得好。 我不觉得腹肌不好,只是不适合我而已。 她是活在规矩里的老古板,我是只活泼跳脱的鸟。 从我第一次在她床上吃东西,她冷了脸把我拽起来,把床单被罩全换一遍, 在勒令我写一万字保证书后,我就意识到,我和她不是一类人。 我也不想成为她这样的人。 一片寂静里,腹肌叹了口气,我觉得你可能误会了一个问题。 什么?我让你把不满说出来,合理的我会改,但你这些要求明显不合理,我不接受。 但不管怎么样,江江,你都没有离开我的选项。 我早告诉过你,谈恋爱和结婚在我这里没有区别,你既然选择和我在一起,就必须一生一世。 她用肢骨敲了敲我得头。 别闹了,江江,不论家事还是脑子,你都逗不过我。 别和我吵了,我今晚上陪你打游戏,可以到十二点再睡,行吗? 我没说话,腹肌妥协了,打游戏的时候不穿衣服,可以了吗? 我依旧没说话。 她惩罚一样掐了下我的手,无奈说,什么都不穿,内裤也不,这下总满意了吧。 我的眼睛不受控制的亮了下,想继续吵,但又实在拒绝不了她刚刚的话,想到最新迷上的那款姨女游戏,一边被没穿衣服的腹肌抱着,一边被游戏里的男主喂蛋糕。 我掐了掐掌心,被激素控制着做出决定,手可以明天再分,今晚先玩游戏,第二天,我被我爸一个电话叫回家,缩着脑袋,听她恨铁不成钢的数落。 腹肌哪里不好,家事,样貌,能力都是一等一,你莫名其妙把人家甩了,他也不记恨,反而处处帮我们家。 再说了,除了腹肌,谁还能忍你莫名其妙的坏脾气?江江,你也不小了,不能再像个小孩子一样,我越听越难受,所有人都说我任性,说我爱玩,心思不定,不听家里的安排进公司,也不干点正经事,毕业一年了,还用家里的钱吃喝玩乐。 说我是个典型的废物富二代,我很委屈,我不是不想进公司,可嫂子心眼小,我刚上任,就阴阳怪气地说我不该给予我哥的东西。 为了不和我哥起矛盾,我才主动辞职走人,我也不是没有工作,从大一开始,我一直在画漫画赚钱,收入名气都不小,只是这份工作,在爸爸和富济眼里,依旧不是正经事而已。 爸爸一直觉得我被灌费了,富济一直瞧不起我,我都知道,我跟富济提的所有要求,他都当耳旁风,归根结底,是他从来没有尊重过我。 在他眼里,我幼稚,我蠢,我就是个被惯坏了的小孩,不配拥有和他平等的人格。 我真的很讨厌这样,被爸爸一通说叫完,又想起来他冷脸命令我的样子,更想分手了。 我深吸一口气,刚想斟酌语气,给他发分手短信,就接到死对头的电话。 他让我出去玩,死对头,林佑,也是我青梅竹马,从小打到大的交情。 他和我差不多,家里都有个哥哥,继承不了家业,也没志向做别的事,被圈子里戏称纹固二人组。 我到酒吧的时候,他正在把台调戏调酒师,看见我,扔下五百块。 白白手让那个妹妹走了,贫困学霸成了富家太子,沈江江,你真牛。 林佑给我倒了杯酒,感慨地说,这下子,你爸怕不是要把你供起来,是把腹肌供起来,不是我。 我兴致缺缺地喝了口酒,我爸知道我要和他分手,差点把我腿打断。 你要分手?林佑也很诧异,你脑子被驴踢了,你不懂,他太优秀了,根本不懂一条咸鱼想要什么样的生活。 我满脸痛苦面具,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嫁给你,咱俩一块熬夜通宵,吐槽流量明星。 林佑笑了,你当初追他的时候,可不是这么说的,这不是后悔了吗? 我叹了口气,当初有多喜欢,现在就有多后悔。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,我一定躲得远远的,不会再和他有半毛钱关系。 我吐槽得太沉浸,一时没有注意到跟前林佑古怪的表情。 看他咳嗽了一声,说,还有更让你后悔的是,沈江江,你回头。 我不明就里地回头,看到附近坐在不远处的卡座里,一错不错注视着我,漆黑的眼睛刚好和我对视。 附近这副表情我太熟悉了,冷淡,疏离,看起来情绪毫无波澜,实际已经气到爆炸。 当初他逼我跑五千米的时候,就是这样一副表情。 我下意识就想跑,被林佑拽住,跑什么? 跟他说清楚,沈江江,逃避解决不了问题,想分就分,不要拖拖拉拉的。 大不了我替你被你爸抽一顿,咱俩搭伙过日子。 我被林佑拉扯着,走到附近跟前,周围是铸唱嘈杂的歌声,我却觉得大脑一片空白。 沈江江,附近冲我招了招手,嗓音很平静,我数三个数,过来。 三,我的心脏一缩,下意识就要往他那边走,被林佑拽住。 傅少,江江他不是个孩子了,你不能再拿下小孩子那一套对他。 林佑强硬挡在我面前,和傅济直视着,他不喜欢你了,傅少爷也不该再死缠烂打,趁早分手,对你和他都好。 傅济笑了下,很轻蔑,明显没有把林佑放在眼里,只是冲我说,江江,过来,你现在过来,我就不罚你,不然你知道我的规矩。 我没动,混沌的脑子终于有了几分知觉,我想,我为什么要怕傅济。 傅家有权有势,我家也不差,要是真分手了,顶多被打一顿,又不会真的打死我。 心里有了几分底气,我松开林佑的手,摇了摇头,我不喜欢你了,也不会跟你回去。 傅济,我们分手吧。 傅济脸色沉下去,仍是笑着,眸光在我和林佑身上寻回片刻,吃笑了声,说,和我分手,你要嫁给谁? 这个废物吗? 他能保护得了你,给你家里提供资源吗? 你说嫁给他哥我还能高兴一点,至少证明你的眼光没那么差。 林佑被羞辱得脸色有些白,刚想说话,被我抢先。 他是废物,我不也一样吗? 我最讨厌你这种高高在上的样子,我们的确不如你,但也不偷不抢,没做任何伤千害理的事,凭什么被你羞辱。 林佑是我最好的朋友,我受不了他这么委屈,情绪越来越激动。 我一定要分手,哪怕被我爸打死我也要分。 我讨厌你,超级超级讨厌你,追你就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。 你凭什么一天到晚鼻孔看人,凭什么瞧不起我,又凭什么要求我必须听你的话? 我就不要听,就要和你分手,你再有钱我也要和你分手。 就受不了你这个自大恶心的普信男,我骂得不管不顾,直到被林佑拽了拽一脚,才意识到我刚刚骂得有多狠。 父记此刻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,阴沉沉盯着我,像给他一把刀,能毫不犹豫把我剥皮抽筋。 普信男,他念了一遍这三个字,墨地笑了,真稀罕,这辈子还能听到这三个字,还能灌到我头上。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,沈江江,你跟不跟我走?话都说到这份上了,再跟他走我就是傻逼。 我毫不犹豫地摇头。 父记笑了。 好,很好,你们两个给我戴绿帽子,还在这儿倒打一耙,当我是纸糊的没脾气是吧? 行,我倒想看看,你们这对顽固二人组能不能受得住我的抱负。 父记冷着脸走了,紧绷的精神垮下来,我一下子有些脱力,靠在卡座上,看旁边的林佑也是同样的虚脱。 他缓了会,眸光渐渐染上绝望。 沈江江,我完了,太子爷舍不得动你,肯定会往死里折腾我,不行,我得回家认错。 我拽住他的衣摆,弱弱地说,要不,咱俩跑吧,去南极待上半年再回来。 他整不整你另说,就刚刚那个给他戴绿帽子的谣言,就够咱俩都挨顿假发。 我和林佑对视,眼底都是骂爽之后的绝望。 这家酒吧是富家子弟常玩的地方,刚才的事早被好事者疯狂在圈子里传播。 不出半小时,我和林佑双双收到信用卡被冻结的消息。 林佑很绝望,我还有工资卡。 他没有,他成了真正一无所有的穷光蛋。 没事,我养你。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,我卡里还有三十多万,应该够咱俩活着了。 够活一辈子吗? 我?你说呢? 那我岂不是还要回家挨打? 林佑很绝望地蹲在地上抱着脑袋。 早晚都要被打,不如早点挨,打完还能过两天好日子。 我…… 我爸,我妈,我哥,我嫂子,甚至我家保姆都疯了一样给我打电话。 朋友说我有病,好事者说我牛逼。 甚至林佑亲哥哥给我发消息, 维婉问我林佑是不是真的胆大颇天,给富家太子爷戴了绿帽子。 如果是,他们要打死他。 看着满屏的消息,我抿了抿唇,感觉好难过。 富家还没出手整我,我就被家人骂了个狗血淋头。 索性把手机关机,拎着林佑跑到一旁的酒店里开房睡觉。 至于其他造新事,睡醒再说吧。 第二天,我和林佑开房的照片在圈子里疯传。 给太子爷戴绿帽的事有了证据。 所有人都夸我俩牛逼。 同时,富家将我家一直在抢的项目给了别人,同时断掉了与林佑的合作。 我倒在床上,疲惫捂着眼睛,不明白。 我就想分个手,怎么就那么难? 而林佑翻完所有消息,反而破罐子破摔,情绪稳定到可怕。 我觉得,他还没下死手,应该是等着你去求他。 我要是不去呢,那我们两家一块亏钱。 或者再没品一点,被他整得直接完蛋。 林佑想了想,说,不过我觉得他不会这么狠,他那么喜欢你, 不会把你和他之间搞成死路的。 他喜欢我? 我促眉,睁开眼睛问他,你从哪看出来的? 你出去旅游的那三个月,他每天都往你家跑,失魂落魄地像丢了魂。 他甚至还来找我,问我能不能联系上你,告诉你他不穷,让你回来,不要不要他。 林佑顿了顿,说,我觉得他应该是喜欢你的,但是强势惯了。 你又是个不喜欢被约束的,才会觉得他烦。 其实,你和他之间,只要他不愿意,就肯定没办法善终。 昨晚咱俩都只为爽不过脑子,留下一大堆糟心事,肯定要想办法解决。 林佑头疼地摁了摁眉心。 这次为了帮你,我肯定得挨一顿家法,等事情解决了,记得请我吃饭。 嗯,我点了点头,小声说,谢谢你,林佑回家请家法去了。 我心烦意乱地趴在床上,搜着去南极的旅行团。 我承认我想逃避,就像当初说完分手短信就拉黑,跑出国完的那一次,潜意识里,我就在逃避掰扯感情的话题。 太乱了,太烦了。 我讨厌父亲对我居高临下的管教,却又实打实地爱了他四年。 残留的爱意牵制着我的行为,让我连分手都做不到干脆利落。 房间门铃响了,我以为是客房服务,心不在焉地开门,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。 很高,很瘦,五十多岁的样子,架着一副金丝眼镜,周身弥漫着女强人的气场。 她上下打量我一圈,抬手扶了扶眼镜。 沈小姐,你好,我是父亲的妈妈,我们家起初,很不满意你这个儿媳妇。 你家是不算出色,在一圈小辈里也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,不满足我们家选儿媳的标准,但拗不过父亲喜欢你。 很久之前,她就跟我们摊牌,说这辈子非你不娶。 傅太太叹了口气,我起初也并不喜欢你,因为你爸妈并没有按照联姻的方式培养你。 你任性,娇气,自私,并不适合做夫家的家主夫人,但昨晚,夫妻很难过。 她一晚上没睡,在阳台抽了一夜的烟,我在门口听,还能听到哭声。 我找她聊天,她红着眼睛问我,她是不是真的做错了,不该那么管着你,让你讨厌她。 她说她很后悔,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动你家怕你恨她,可不动,又找不到任何法子让你回头。 按理来说,你和她之间的感情事我不该管,但还是。 这位强势了一辈子的太太敏纯,终于因为心疼儿子,低下了她高贵的头颅。 沈小姐,你能去看看她,和她好好聊聊吗? 情侣之间肯定需要磨合,你再给她一个机会,行吗? 我其实很讨厌被长辈指手画脚的感觉,但附近的妈妈太直白了,直白地不喜欢我,直白地心疼她儿子。 她走后,我看着手机屏幕发呆,鬼神鬼差地去翻了我和附近的聊天记录。 四年,从相识到如今,从一开始的我聊她,她冷漠回一个,嗯,再到如今,她给我发一大段话,我只回一串省略号。 我把她勾引得动了心,却又毫不留情地抛弃,罕见的良心泛上来。 想起刚刚父亲妈妈说我自私,其实也没什么错,我扔掉手机,脑袋埋进被褥里,失神地想了很多。 我和父亲闹到今天这样,并不只是因为那一叠规矩,本质在于不匹配。 她能力强,我能力弱。 她是家族继承人,我只是被父母浇灌的女儿。 她不相信我做的决策,下意识把我放在被保护者的一方,强势替我安排好一切。 她没什么恶意,我却不喜欢这种带有腐蚀意味的爱。 所以,到底应该怎么办? 我垂了下床,好烦,我又想出去旅游了。 林佑挨了顿打,躺在床上跟我打电话,对我的逃避行径很无语。 大姐,你就打算一直拖着吗? 你就不怕把她气死,拉着大家一块团面。 我闭嘴装死。 没过多久,我爸的电话打过来。 她的声音疲惫,却也轻柔。 好了,不喜欢就不在一起,分个手而已。 我沈家的女儿,想做什么就做什么,老爸给你撑腰。 爸,我忍不住哭了。 和父亲吵架的时候,我没哭。 被所有人质疑疯了的时候,我没哭。 他妈说我配不上她的时候,我也没哭。 却在爸爸的温柔安慰里溃不成军。 爸,我害怕,他们都怪我,说我做错了,可我就是分个手。 我就想分个手而已,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指责我? 刚刚有一刻,我真的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。 很难过,很绝望。 像周围其乐融融的假象碎掉,所有人都在落井下石,等着看我的笑话。 爸爸叹了生气。 好了,不哭了。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,没人会怪你,你妈妈给你做了番茄炖牛腩,你有空回来吃。 说着,爸爸又想到什么,说。 你嫂子那个人小家子气,说话也难听,她打电话你不用接。 我把你信用卡解开,你出去旅游,晚上几个月,这里交给爸妈,什么都不用担心。 我的宝贝女儿,不需要为了任何人委屈求全。 眼前雾蒙蒙蒙的,泪水止不住地躺出来,被我胡乱用衣袖擦掉。 爸爸的电话刚断,嫂子的电话就打进来。 我想了想,还是接了。 那边,她的声音尖利。 江江,你不能这么任性,你知道攀上富家对我们有多大好处吗? 知道富家暂停的那个项目值多少钱吗? 你被你爸宠坏了,连你哥都惯着你,我真看不下去了,在我娘家,你这样肯定要被打残了赶出去。 你快点去找富济和好,听见没有? 不然等你爸死了,我一定把你赶走。 你再赶咒我爸一句试试。 我沉声警告他,我之前懒得管你,是看在我哥面子上,你家不把女孩当人,看我管不了,但你敢惹我试试。 你都说了富济喜欢我,还敢这么骂我,脑子是不是坏掉了? 说完,我挂断电话,把刚刚的电话录音给爸爸和哥哥发过去,又很诚恳地给他们道歉。 对不起,爸爸哥哥,我不该因为任性影响家里的生意。 我会去找富济说清楚,给你们添麻烦了,对不起。 被宠爱的,我好像重新焕发了力量。 被颇天质疑打压到搭了耳朵蜷缩在洞里的兔子,终于决定勇敢走出去。 我不想逃避了,不能永远躲在爸爸身后,让他替我遮风挡雨。 到富家的时候,富济的妈妈让我去他的书房等。 他熬了一晚上,刚睡着,麻烦你等一会。 我点点头,一等五个小时。 我在他书房沙发上坐着,刷手机刷到眼睛痛,后知后觉意识到,他妈妈在给我下马威。 不过也正常,任谁被宠大的儿子,让一个女孩那么折腾,都会不高兴。 我也没什么怨气,起身打量他书架上的书,挑了一本封面是汉字的,坐在沙发上看。 看不懂,很多认识的字排在一起,变成我理解不了的句子。 叹了口气,刚想把书放回去,听见书房门开了。 富济穿着浴袍走进来,头发湿漉漉的,看到我,明显震了下。 你怎么在这儿? 迷茫也只是一瞬。 他很快冷笑道,项目丢了,直到来找我了。 我还以为你多有骨气,能任性到什么都不管,一个劲儿胡闹。 我呆呆地没说话。 他烦躁地把毛巾丢到地上,大步走过来,把我抱在他腿上,双手搂住我,很用力。 唇瓣咬着我的耳垂,咬牙切齿地说话。 大小姐,以后还闹吗? 他很生气,指尖紧紧掐着我的手腕,放到身后禁锢着,以绝对掌控的方式把我摁在怀里,不允许丝毫逃脱。 你既然来找我,我就当你主动认错,这次就先算了。 以后再任性,我绝不会留情面,绝对会玩死你家,明白吗? 他凶神恶煞地威胁我,身体却在发抖,眼眸通红,一措不措盯着我,像是处在崩溃的边缘。 他在害怕,我一直不说话,他怕我又和他吵,打我,怕我疼,骂我,怕我生气,想整我家,又怕我恨他。 他是真的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才好。 沈江江,你跟我说句话呀。 他用鼻尖蹭着我的脸颊,一下一下,声音颤抖,像要崩溃。 不要不理我,别这么对我,求你了。 我错了,我以后不管你了,你想做什么做什么,熬夜喝酒打游戏,想做什么都可以,别生我气了,行吗? 我蹭了蹭他的脸颊,脸埋在他胸膛里,忍不住笑了。 我觉得我好有本事,你这么躲高领之花都被我拿下了。 傅济,他黑着脸把我的头掰起来。 你刚刚说什么? 再说一遍,我不敢了,歪头去吻他的手,又忍不住想笑。 凑上前去抱住他,在他发飙之前道歉。 我错了,我不该这么任性,动不动就提分手。 其实老公很好说话的,我要是再撒娇求求你,你肯定就不会管我那么严了,对不对? 就你那些坏习惯,撒多少娇,我都不会允许你做。 他面无表情地戳破我,我觉得他真不懂情趣。 松开抱着他的手,想往后退,被他死死摁住。 不过看在你年纪小的份上,我可以额外放宽,不管得那么严。 但你不能熬到四点,也不能在床上吃灌汤包。 我慢吞吞地回了句哦,又有点好笑,非要我和你吵到这种程度,你才肯让步。 平时不论我说什么你都当放屁,半点都没把我放在心上。 这锅我不背,他皱眉反驳。 你的衣服我洗,放我做,咳嗽一声就立刻去医院,照顾你比照顾自己还用心。 这样都不算把你放心上,那我放什么? 黑猫警长吗? 那你为什么要隐瞒你的身份? 我抬头看着他,耍我四年,看我一直担心你没钱,在我爸那里死皮赖脸,给你说好话谋前途的样子。 好玩吗? 我本来不打算计较这件事的。 他有权有势,爸爸高兴,妈妈欣慰,哥哥也感慨我终于做了贱人士。 没人在乎我被欺骗的四年,好像他们只看结果。 父亲爱我,父亲有钱,皆大欢喜。 所以,为什么要骗我? 我又问了他一遍,告诉我你不穷,对我坦白,是一件很难的事吗? 对不起。 父亲抿了抿唇。 刚开始我想解释,但你总是会错意,后面我就忘记了。 真忘了,你好像很少提到我的家境,我就没机会想起来。 那是我怕你自卑不敢提。 对不起。 他问声问气,低头认错,我知道错了,对不起。 按照我的脾气,现在很想干脆利落甩他一巴掌。 但是想到爸爸两兵的白发,又看看他那张极其对我胃口的脸,我咬牙忍住了。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恋爱。 为了我爸,为了我妈,为了我以后灰金如土的阔太太生活,我一定要把这个金龟序调教好。 那你发誓,以后不许再骗我。 好,他吻了下我的手,语调无奈,发誓其实也没什么用,各凭良心。 看我脸色不善,他从善如流地改了话头。 我以后永远不会骗你,不然就出门被雷劈。 我撇了撇嘴,那我家那个项目,已经给别人了,不好出而反而,我挑一个更好的给你。 嗯,我满意了,扒开他的浴袍,一边蹭他的腹肌,一边犹豫要不要说林佳的事。 他现在心情不错,但提起林佑,他肯定会生气。 我舔了舔嘴唇,刚想说什么,就听见他懒洋洋开口。 想问林佳,我和他对视一秒,很识趣地凑上去吻他。 林佑也是为了帮我,你不要生他的气。 我们也没给你戴绿帽子,都是谣言。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,宰相肚里能撑船,能不能不计较了呀。 他被我逗笑了,就你们俩这从小睡一张床的交情,要有不正当关系,我头上怕是有一片青青草原。 他漫不经心地说,你们俩凑一块,像俩小学生看蚂蚁搬家,与其担心他给我戴绿帽子,不如担心他把你戴傻。 我?你说我啥? 没有,他傻。 父亲找不到,你是最聪明的宝宝。 我怀疑父亲在讽刺我,但我没有证据。 盯着他的父亲发呆,抬眼看见他幽深许多的毛子。 江江? 他缓缓开口,我忍了好久了。 我瞬间反应过来他想做什么。 眨了眨眼,有点兴奋。 要在书房吗? 可以玩老师和学生的play吗? 他扯了扯嘴角,把我抱起来往外走。 当然不,我没你那些稀奇古怪的癖好。 什么地方做什么事,干这种事,当然得回房。 老古板,没救了。 和父亲和好的第三个月,我和林佑约着出来玩,吃五分熟的牛排。 平时觉得很香的东西,莫名其妙的恶心,没忍住吐了。 林佑愕然,你不会怀孕了吧? 我俩大眼瞪小眼,当即饭也不吃了,开车去了医院。 林佑用超能力办了家籍。 等结果出来,看着上面的妊娠二子,听着医生对我俩的恭维。 先生和太太好福气,孩子一切健康,尽管放心。 林佑咳嗽了声,我不是她老公。 啊,她是我祖宗。 医生愣住,林佑冲我甩了甩检查单。 祖宗,还没结婚就怀孕,你的名声还要吗? 名声?我抬头,差一看着她,你忘了,我就没过这种东西。 咱俩给富家太子戴绿帽子,在被威逼利佑含泪分开的小作文,现在还在空间挂着,与其考虑名声这种操蛋的东西。 不如想想,他们会不会质疑我肚子里孩子的爹。 林佑想也不想脱口而出。 父亲敢质疑你,不怕家被掀了? 我,你,你放心,她这一亲子鉴定错了,都不会质疑我和你有不正当关系。 在她眼里,咱俩就是俩精神病友,每天吃喝玩乐到处惹事。 她突然想到什么,问,你刚刚是不是还喝了点酒? 话说怀孕了能喝酒吗? 我俩对视两秒,成功从对方的眼里看到恐慌。 医生说暂时没事,但以后有没有事不好说,只能等她儿大一点再检查。 我有点害怕,规规矩矩坐在沙发上等附近。 她明显很惊讶,不是和林佑出去玩了吗? 怎么回来这么早? 今天怎么这么乖? 我咽了口口水,不敢说话。 她眸光渐渐玩味起来,抱着我坐在沙发上,摘掉爱事的领带,俯身咬着我的耳垂。 做什么亏心事了? 嗯,我喝酒了? 嗯,小事,少喝一点无妨。 还有,我怀孕了。 腹肌缠绵撕咬的动作停下,抬头,脸上是被轰炸过的茫然。 好半嗓反应过来,手忙脚乱地抱起我,吐去医院。 我刚从医院回来,医生说现在检查不出来。 我小声说,老公,我不止喝酒了,上周还喝了感冒药,孩子会不会出问题啊? 我心慌得快哭了。 腹肌也心慌,但强忍着安慰我。 别哭,应该不至于这么脆弱,别着急。 他还是把我抱去了医院,在一声叠声的恭喜里,给所有亲戚打了电话报喜。 他妈妈也很惊喜,很理智地提醒他,记得办婚礼。 虽然在你们小两口眼里,结不结婚没区别,但总要顾及外界的想法。 腹肌听进去了,问我想要什么样的婚纱。 我,可以生完孩子再办吗? 怀孕了会长胖,穿婚纱好丑。 腹肌有点迟疑,可是这样,他们会说我们凤子成婚。 我才不管他们怎么说。 我说,他们骂我扎骂我倒贴我都不在乎,唯独受不了他们骂我丑。 我一辈子就一次的婚礼,才不要丑丑得过。 看我坚持,腹肌也就算了。 摸着我尚且平坦的小腹,很新奇。 又忍不住笑,江江,我要当爸爸了。 以后,我要照顾两个人了。 我不是小孩子,才不用你的照顾。 嗯,他温柔地说,你不是小孩子,你是我的宝贝。